哈喽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是陈剑老师 今天虽然是周末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 跟我一样都会乖乖的待在家里面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多地区 正在实行CMCO的行动管制 那齐心抗议就离我有责 但是待在家里面还是有点无聊 那么我就想录制一些视频 来跟大家聊聊天 但是我就只会聊投资跟股市方面的 所以我在想 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么我想到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Value Farm APP 以及我们正在努力打造的 价值投资的生态系统 有几个原因令到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Value Farm APP的 第一就是下个星期 我们的APP的网上课程 在Facebook的Close Group里面的教学就会开始了 那同学们可能会觉得 这个视频好像有点广告性质的成分在里面 坦白讲我是承认会有这个推介的成分的 但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很多朋友 他们inbox我的Facebook 或者在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下面留言 他们其实不是太清楚Value Farm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的 这个APP或者你们送大提供的这个网上课程 怎么样可以帮到我们就帮到大家做好这个价值投资呢 那基于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就我反而很想这个坦坦白白的告诉大家 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打造这个我们叫做生态系统的东西来的 so 因为Value Farm App呢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手机应用 对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 从开发者的角度来讲呢 Value Farm的这个生态系统呢 我们认为它是首先有一个手机应用 然后我们会有这个网上教学的资源 以及最后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Facebook的Close Group 以及我们的手机应用里面 不断的给大家推送这些关于公司价值的分析 以及我们做好这个股票投资股票经营 这个方面所需要的各种information 我们是想将这几个东西呢 融合在一起变成现在这个Value Farm App 而大家只需要透过购买我们的Value Farm手机应用呢 就可以参与到整个生态系统里面去了 而事逢现在呢 是处于行动管制的期间 同学们可能会work from home 或者比较多一些时间呢 透过网上这个渠道呢 进行学习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确是想呼吁大家 利用这个特殊的时间 好像在Value Farm的学习这边呢 只需要给我们7天的时间 就可以在网上面呢 完成我们给大家布置好的这个学习的互动的了 OK 所以回来我们讲一讲 我们凭什么可以够胆说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 让一个哪怕是投资新手 学得会价值投资 并且运用得到呢 那坦白讲 松大在投资教育方面的经验累积呢 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 所以如果不是有这些经验的累积呢 我们真的不敢说有信心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有经验呢 我们就会去思考 为什么一定要认为股票投资那么的难呢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普及化马来西亚的家庭 做这个价值投资呢 对的 事实上在Value Farm的这个愿景里面呢 我们是希望帮助100万个马来西亚家庭做价值投资 就大家可以倒反的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 都有起码一个家庭成员 懂得价值投资 比如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股市里面 哦 经济不好 股市掉下来 那么大众银行 Perfect Bank的股票跌到很深 OK 你们家里面有一位家庭成员提出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投资大众银行啊 又或者说是现在COVID-19重创了马来西亚的旅游业 有一些我们马来西亚以前公认的蓝筹股 比如云顶集团 云顶大马 那么这些公司现在适不适合趁低买入 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有家庭成员 可以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开投资陷阱 以及真正的机会来到的时候 家庭里面的财富就可以利用这些好的投资机会 有效的获得增值了 对吗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如果是刚刚出来社会做工的社会新人 也可以透过存钱 No 我们提倡储蓄股票 用好的公司进行股票的储蓄 来加快我们财富累积的这个速度 So 这个东西其实每一个马来西亚家庭 都是需要这些知识跟方法的 对不对 但是以前我们觉得学习这些东西好困难 现在透过网络 透过我们给大家打造的这个APP 还有这个生态系统呢 我们觉得简单了很多 刚刚我有讲到的 一个星期七天的时间里面 大家学习什么东西呢 首先需要学习对待股票投资的正确态度 我们提倡的并不是来股市里面进行快速致富 而是我们透过我们以储蓄的方式 或者家庭理财的方式 我们tip on别人的优秀生意 我们来投资股票 其实是去加盟人家的好生意 马来西亚哪里有好生意 马来西亚股市里面 我们有900个上市公司 其实就是等于900种不同的生意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工具 比如我们利用我们的Value FarmAPP 这个手机应用 帮助大家快速的过滤出 有看头的经营稳定的生意 比如我举些例子 大家上课的时候就会学到的了 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面 有哪一些马来西亚上市公司 能够稳定的赚钱 稳定的派息 而且获得优良的股东回报率 所以这些财务数据是不能够随便撒谎的 我们利用手机应用里面设定好的条件 帮大家快速的过滤出 这些值得看的优秀公司出来 那么我们900个上市公司的选股范围就快速收窄了 所以这个就是工具的作用了 所以大家在课堂上面学会了怎么样做这个东西 然后你的手机应用就会帮你不断的 每一个月看到有什么好的公司出现在我们的追踪名单里面 那大家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900个上市公司透过这个APP的过滤功能 可以帮我们将考虑范围收窄到90个公司左右的话 就是整个股市里面的10%的数字 那我们的选股效率其实就会大大的提升了 而在针对这10%的好的优秀的公司里面 我们松大的研究部的团队 在帮大家进行紧密的追踪 比如我们可以透过这个APP里面 专门针对这些公司的最新发展而制作的视频 这些视频就不会在我的Facebook 或者在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看到的 因为这些视频是松大的研究部帮忙制作的 那么这些视频就可以帮助同学们 快速有效的去了解你关注的公司的最新动态 然后你就可以做出抉择了 做出什么抉择 因为我们做股票它是一个生意来的 我们刚刚讲过的 如果你现在要去投资开设一盘生意 你肯定需要去问的 现在马来西亚什么生意好做 什么行业发展的比较好 对吗 那么同样的 马来西亚的这些上市公司里面 有什么公司 什么行业现在发展的最好 那你就可以将这些公司 选进来你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面 如果发展的不够好的 你可能就要将他们淘汰 那么你的投资组合就能够实现太弱流强的这个效果 持之以恒下去的话 你手上所持有的公司就会越来的越好 而不会越来的越糟糕 很多散户投资者做股票呢 他是买到生的股票 他就卖掉take profit 买错了股票 他就会不断的收住 甚至加住买入 结果呢 就越收越多烂凑股票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过去的教学经验里面 累积到 知道怎么样在教学上 还有工具资源上面 帮助大家呢 执行好你们的价值投资的 投资策略的 所以我们才敢讲 哪怕你是投资新手 在股市里面是零经验的 但是你加入了我们的Value Fund的会员 成为我们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的一份子 你就可以首先得到我们做股票的这个具体策略跟方法 你先学会这个东西 然后你有我们的手机应用 辅助你去执行这个策略 并且你在我们的Facebook的Cross Group里面 我们的封闭小组里面呢 你可以得到这些资讯 你关心的公司的最新更新 然后来决定你什么公司要留起来 要保留 什么公司需要更换 那么你整个股票投资策略 就可以顺利的执行下去了 而松大希望在马来西亚 越来越多的家庭来使用我们这个APP 我们的这个收费一定必须要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才提出一天一块钱马币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一年365块 加上我们的SST 购买我们的APP 以及加入这个生态系统的成本 也只是386块马币一年 这个费用就好像同学们去订一份财经的杂志 或者专门讲股票投资的报纸 一样的费用甚至更加的低 所以我就衷心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周末看到我这个视频 认真的考虑一下 如果你们或者你们身边有亲戚朋友 想认真对待马来西亚股市的投资 以及用价值投资走投资正道的方法 那就请同学们捉紧时间 加入我们的Value Fund的会员 因为我们10月20号就要在网上面开课了 那至于这个报名的方法跟步骤 我已经将这个必要的资料 放在我们视频的顶制评论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是在Facebook的朋友 可以在我的Page的这个Product那边 找到我们更多的产品细节 也可以直接购买 如果是在YouTube看到我们视频的同学们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的右上角连接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演示 告诉你们怎么样购买我们的APP 以及怎么样激活你的Value Fund手机应用的 希望我的这个视频能够让同学们 对我们的Value Fund的生态系统 有更多的了解 最后提一提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的Facebook的公开直播 是改到星期一的晚上8点半 所以希望到时候同学们 依然会热烈的来参与我们的直播讨论 好吗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